2019台湾女子高球公开赛首度仪式高雄举办 市长韩国瑜20号特地前往观赛为选手加油 韩市长表示高尔夫不只是运动休闲人际社交 更融合了全球化的事业 他期许未来高雄能够成为各项比赛和培训的冬季场所 希望大家多来高雄 2019台湾女子高雄公开赛20号进行最后一天赛事 高雄市长韩国瑜现身球场为球员加油打气 台湾女子高球公开赛亏为13年再度举办 比赛最后结果由来自韩国的全美针爆走冠军奖杯 台湾选手蔡佩颖则是一杆之叉获得亚军展现金战球技 那我要邀请的是高雄市的韩国瑜韩市长 我们要来颁发要赠送这个纪念邮票给我们的冠军选手 韩国瑜表示高尔夫球不只是运动休闲 人际社交更贯穿全球化视野 他期许未来高雄成为世界各国各项比赛和培训的东迅场所 诚挚欢迎大家来高雄 现在听说日本东京啊韩国首尔啊外蒙古啊都已经零下好几度了 所以高雄真的是风水宝地 那未来我们会致力于解决空污的问题 所有世界各国的各项比赛以及培训的东迅场所 我们都希望大家乐意来高雄 我们会办很多 各种夏令营东令营都会很多 那么再感谢女子高尔夫球赛 希望明年也能够来我们的高雄 台湾女子高球公开赛赛事总奖金高达80万美元 本次赛事特别与韩国女子职业巡回赛共同认证 透过跨国合作与电视转播 呈现台湾高雄运动发展盛况与主办城市特色 提升高雄国际形象 港股新闻聆听杨罗绍军参谋报道 谢谢 谢谢 謝謝